我是1994年加入聖保羅這個大家庭 我記得我進來聖保羅這個大家庭的時候 我要教英文、中文和中國歷史 那時候也要帶不同的活動 我記得我是JPC的Advisor 和主力打table tennis 其實聖保羅學生的英文的話 我不可以用一般的形容 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有人當然會很厲害 有人可能傷他們就會差一點 但是我可以約略他這樣說 我覺得聖保羅學生學英文 基本上絕大部分都是學得快的 是聽話的 而本身他們很多學生都是有才華 一直在教他們的歷程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的教學方法都變得很多 以前可能是在舊的我們所謂的考試制度 又或者那些舊的教學制度之下 會比較多著重我們常說 Chalk and Talk 或者是講很多只是講Exam Skills 但是近年來的話 其實學生就不是要這樣 很多時候慢慢隨著自己 可能會是年紀大一點 和會看多一點的話 我覺得我會比較重視和他們的connection 和看清楚他們的需要 我也很坦白地說的話 如果你看回近十年八年 聖保羅學生在英文科 在公開試的表現 其實在整個中西區 基本上我們是數一數二的 就是在整班聖保羅的兒子身上 他們是幫助了學校 帶了一個很大的榮譽 我覺得這一點是他們值得驕傲 現在我們會覺得 其實學生在中一中二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開始給那麼多 我們叫做口試練習 所以在中一中二的時候 他們來到這個聖保羅 我們會的重點就是 教他們這個口語訓練 教他們這個高階思維思想 以及開始會教他們 會善用這個我們叫做Digital Tools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有這個BYOD Program 還有在英文課裡面 我們都會大量用很多不同的Apps 或者很多其他的Digital Tools 去幫助學生 九十年代怎樣教英文呢 有機會以後你可以問回 學生等他們教 可能會更加給你多一點資料 不過我覺得以前我們就比較簡單 我剛才也說過 可能以前的話 真的chalk and talk 多一點都是讀寫聽說 我自己一個教學法 其實我都會鼓勵同學去多看 但就未必是需要看很多大量的書本 但你明白 這個閱讀的話 不一定是說要看很多文學作品 又或者看很多小說 但我想一個同學 如果他想學英文學得好的話 一定會有很多MODEL 所以我以前教書的話 我會給他很多不同的MODEL 可能有些不同的 我們所謂不同社會問題的展報 人當時是多的 當時我們沒有那麼幸福 我們會說是小班教學的 一班的話 如果我記得 所謂九十年代的時候 可能嚇到你們 三十八個都是正常的一班 你想一下三十八個就是三十八篇文 做語言老師的話 即是做語文老師的話 都是辛苦的 但雖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都是很重視 給他們一個適當的Feedback 所以那時候 怎樣都好 希望同學都會看到自己的Witnesses 我自己最習慣 就是通常跟他們分享 他們的Command Mistakes 每個人都知道 就算現在的學生都是這樣的 反而近幾年做多了的話 其實學生可以 learn from each other 我教很多好的學生 to be honest 其實你們都可能會知道 有些師兄的話 他們本身的英文是excellent 我甚至乎會說 可能好過我 或者好過很多老師 我覺得自己做老師的話 就不是要跟學生說的話 就是 You are the king in the classroom 你是要 好似什麼東西 你都要認識 我反而跟學生說的話 就是 I am an open book 我不認識的話 我都會跟學生說 我不認識的 大家一起check 我會教他們用我的方法 去找個答案 那 哪些方法的話 是可行的 我會跟他們去share 那我現在當然 live and learn 我都會用我自己的方法 是會跟一些同學仔 去share 究竟我怎樣學英文 所以有時候 一些特別的網上字典 一些特別的website 甚至乎一些youtube的video 他會教別人怎樣學英文 那我都會給學生看看 我對聖保羅 當然有一份很深厚的感情 我自己覺得 其實在現在這麼複雜的社會 我不預期 也不只是希望聖保羅 每一個出來的學生 都要在社會上做一個尖指 這個從來都不是我們學校的辦學中指 對於聖保羅來說 如果我們可以繼續我們的方向 令到將來 所有聖保羅的畢業生 他們都可以proud of自己 他們都在社會上 在不同的崗位裡佔一個席位 我覺得都已經滿足了 這個pandemic 我相信對於很多學生來說 真的有很大的影響 其實可能是對於低班的學生 因為低班的學生 相對地大家明白 他們未必那麼有self discipline 其實我覺得我很感恩 因為聖保羅的學生 你會看到 由今年的公開成績看到 就算這一屆的畢業生 他在這一兩年都受到疫情所困擾 他交出來的成績的話 我們絕對都是收貨 為什麼呢 當然 這個credit 就是對於整個老師的團隊 他們做了很多事情 我們其實都在這幾年 不斷都會變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就是說 從這個timetable 去到這個怎樣 run 這個zoom classes 其實學校和老師 他們都做了很多 都做了很多的改變 學生本身都是值得讚的 我經常都覺得學生的話 他們真的是乖 因為在上zoom的lessons的時候 雖然我們可能會給他們很多 rules 但是他們仍然跟得很好 難忘的事其實有很多 不如我這樣說 因為我在未來九月 會有一個新的任務 做這個在理副校長 其中我有一個特別的任務 就是跟一些舊生去connect 因為我負責這個external relations 所以這幾個月的話 其實我就不斷去跟以前的舊生去聯絡 看一些wayfarer 看以前教的那些學生 跟他們去聯絡去聊 跟他們去吃飯 我覺得最特別的話 就是跟我第一年進來教的時候 那些學生去connect 我也跟他們去聊的時候 分享很多的點滴故事 他們帶給我很多fond memories的回憶 聖保羅書院170周年校慶 縣學校再創高峰